哈喽大家好,我是立民 一个专注于分享干货的博主 今天给大家分享长桥证券新加坡 还有香港的开户教程 以及如何领取它的开户奖励 你通过我的渠道 可以额外拿到88元的京东易卡 这是我的电报群 大家可以静一下 你注册完之后进群里找我登记 符合资格的 我会给你发放88元京东易卡 今天的视频主要包括这些部分 长桥证券的介绍开户所需的资料 开户的奖励 我的邀请链接 开户的演示 然后独家的渠道福利 如果你已经对国内的A股失望 想投资港美股 那么长桥证券会是你的正确的选择 长桥证券是一家社交型的证券经纪服务商 来自新加坡和香港 私生的金融管理者 以及有来自阿里巴巴 四节跳动等全球顶尖互联网技术 和技术专家组成的创始团队 于2019年3月正式成立 总部位于新加坡集团旗下长桥证券 香港持有香港证券会 149类的牌照 这是长桥证券新加坡官网 这是长桥证券香港的官网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最具诚意的费率定价 港美股终身免用 只要你通过我的渠道注册 并满足一定条件 就可以终身免用 这个是其他平台做不到的 免费的实时行情低门槛获取 免费的全美行情权益 丰富的投资者工具 全面强大的交易能力 领先一代的技术 感兴趣的可以暂停看一下 这个是长桥证券新加坡的官网主页 一站式投资服务 更极致的交易能力 更低的行情严实丰富的投资 产品以及股票 房地产信托 ETF证券 全证流雄证 期权和基金等 安全可靠 受新加坡MAS监管 三分钟可以开户 二 FA100的交易账户 安全有保障 强大的资金实力 领先的技术服务团队 自动化的风险管理 旨在保护客户的资产安全 数据安全可视化数据 说说Live Trading 还有供应链多平台的系统 这些都有 好的下面返回我的博客 怎么判断自己应该开通新加坡 还是香港的仓桥证券呢? 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有香港账户 那我就建议你开通香港新加坡 因为出入金会比较方便 如果你拥有新加坡的银行账户 比如 Alkibi 那我就建议你开通新加坡的账户 关于新加坡Alkibi的开户教程 可以点击视频的下方去申请 现在开户的话 如果你出示入金1000新币 还有15新币的奖励 那个奖励一般是秒到账的 好的 现在咱们介绍一下长桥的优势 它免用金费用 全平台服务费减免 无需额支付费用 终身免用 港美股终身免用 基金零申赎费 入金1万港币或者是1800新加坡币就可 港美股终身免用 这个你需要通过我的渠道链接去开户 无存仓实现 入金达标即可享受终身权益 先进的技术 社交型交易App 获取交易想法 软件交互符合国人的习惯 如果你用不贯别的 长桥证券是你的首选 因为它的交互非常符合国人的习惯 先进的交易工具 领先一代的技术 支持桌面 开动设备 前面咱们也已经说过了 多市场交易 你拥有这一个长交证券 这一个App 就可以交易 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产品 便捷的出入金方式 多种出入金方式 支持香港全部主流银行 提供FBI 赛代银证转账 网银转账 支票柜台建会 Swift Charge 行列转账 Paynote等方式 便捷的开户3分钟线上开户 轻松开启财富之旅 都为福利24小时的人工服务 获取实时的支持和帮助 免费的行情 简单参与活动即可获取 第二部分 咱们说一下它开户所需的资料 内地的用户需要身份证 或者是如果你开通香港就需要身份证 如果你开通新加坡的需要护照 邮箱内地的银行卡号 香港是需要的 新加坡不需要 香港的开户需要这些东西 海外其他券商的证明 存量投资的证明或者是地址证明 如果你感觉到有困难的话 那你可以进我的电报权 我来帮你解决 第三部分开户的奖励 每个月的开户奖励都不同 大家可以进我的电报权 了解最新的奖励 我这个奖励以7月份为例 你首次入境2万港币 香港长桥 这个咱们先说香港长桥的开户奖励 首次入境2万港币 就可以领取400港币的现金卡 以及5美元的股权 现金卡港媒股免用 如果你想获得港媒股免用 你入境1万港币就可以获得 这个是渠道专属的 你不走我的渠道 你至少需要入境2万港币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 第一次入境就入境2万港币 因为咱们要薅他 这400港币的股票现金卡 以及5美元的这个股权现金卡 相当于是400多港币 这个是很划算的 当然你要把这个资金保留到一定的期限 才可以领取 你不能直接入境就提取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新科5%的优选基金 还有港媒股现金认购 免手续费 你通过我的渠道开户 可以额外拿88元的京东一卡 你注册完之后 注册完并且入境完毕之后 进我的电报权登记 在你获得400港币的现金卡的时候 你找我领取这个88元的京东一卡 股票转仓基金 在达到1万美元的时候 送你500港币的股票现金 你可以把其他的 你在其他证券平台的转到这里 如果达到1万美元 就送你500港币的现金卡 这些东西其实就是现金 你买股票的时候直接底线 这是咱们刚才说的放的 新加坡的也是一样的 新加坡的你入境 达到1800新加坡币的话 市中生免用 你首次入境3400新加坡币 就会获得72新加坡币的股票现金卡 以及5美元的现金期权卡 你转仓达到13000新加坡币 会送你88新加坡币的股票现金卡 输入我的邀请码 而会获得88元的京东卡 这个是我的邀请码 可以扫码直接注册 注册过程特别简单 视频后面有演示 如何注册新加坡长桥 刚才咱们也已经介绍过了 这里就不再介绍了 你再满足这个 已经领取72新加坡币的现金卡之后 你找我领取88美元的京东卡 当然入境要达标对不对 下面是我的邀请链接 你可以点击直接去注册 基本上没有什么困难 有困难的地方就是地址证明 或者是存量投资证明 现在7月26号还不用 长桥新加坡还不用投资证明 你可以直接注册 再过几天 长桥香港和长桥新加坡 都要提供存量 投资者证明 如果有困难 进我的电报群 我来帮你解决 是这两个注意事项 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 开户的流程 点击这里去进行开户 输入我的邀请链接 这个是长桥新香港的开户流程 点进去链接之后 点击立即开户 这里上传身份证件 谷记咱们选择中国 这里让你上传地址证明 如果你有问题 可以进群里边 我来帮你解决 这里填入自己的个人信息 这里职业信息 大家根据个人的情况 选择一下 这里一般默认 或者是你根据个人的选择就行 下一步这个都是默认的 下一步这里选择确认 下一步这里确认 确认 这里填入国内的银行卡预留的手机号 香港的需要刷一下脸 需要签上名 提交大概到一到二个工作日会开户成功 一如果有问题 会给你发邮件让你补充 大家可以进我的电报群 我为你提供帮助 上面介绍的是长桥香港的开户流程 下面介绍长桥新加坡的开户流程 点击这里链接或输入我的邀请码 这里有一些注意事项 开户证明用户照姓名 签写拼音 地址证明拍身份证就行 居住地址和身份咱们选择一字 填写居住地址 与身份地址完全一致 翻译软件翻译成英文 填写公司名称 在天眼查上可以查看公司名称 公司地址 详细的门牌号 填写英文 用翻译软件翻译一下 税号填写身份证号就行 签名 新加坡长桥 用护照或身份证都可以开户 没有护照用身份证就可以开户 后续可以搭配新加坡Alkibi出入金 新加坡Alkibi用护照开户特别的方便 我有教程 稍等我会把教程添加到这里 大家点击过去 可以直接查看 这个Alkibi的开户流程 用身份证 用护照就可以开的新加坡银行账户 配合新加坡长桥出入金特别方便 下面给大家演示如何具体的注册流程 点击我的注册链接 点这里立即登录 登录之后 在这里咱们选择其他方式 选择邮箱 用邮箱注册 这里填入邮箱 这里填入我的邀请码 设置密码 这里你需要切换一下 当然用手机号也是可以的 你自己选择 你注册上之后 点击领取奖励 咱们选择其他 如果你是新加坡居民的话 选择上面 咱们选择中国大陆护照 上传护照首页 完了之后让你扫脸 扫脸上传身份证件 个人信息 确认一下 然后让你上传地址证明 这里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进我的店铺群 我来帮你解决 这里职业信息 大家填写一下 金融背景 这里根据个人的情况填写一下 确认一下信息 签名 新加坡长桥也快要提供 存量投资者证明 这里还没有让你提供 如果你存量投资者证明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进我的店铺群 我来帮你解决 新加坡长桥的审核 比香港的时间要长 大概三到四个工作日 大家耐心等待 有问题的话 会给你发邮件让你补充 这里的地址证明 大家注意一下 地址证明 大家拍身份证就行 居住地址和身份地址一致就可以 拍身份证就行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地址证明 最后说一下我的独家渠道福利 你通过我的注册链接 并并入境达标 成功之后 就可以找我登记 获取88元京东易卡 大家去我的电报群找我登记 并领许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 如果您感觉有用 请订阅我 您的订阅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